各位朋友大家好 北京当局取消了严格管控的清零政策之后才不到一个星期 北京市的疫情就出现了海啸式的大爆发 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 题目是感染病例急增中的北京不是封城 甚至封城 这个题目可以说相当的恰如其分 因为现在北京市内街道上基本上是看不到行人了 就像一座处于风控状态的城市 不过这次不是政府强行不让民众外出 而是民众自发的自我隔离 他们都被爆发的疫情吓怕了 都躲在家里不敢外出了 更糟糕的是现在医院成了重灾区 北京放开疫情管控躺平之后 医院的就诊人数也是迅速增加 不仅是医疗资源紧张 而且医院里就有大量的医护人员也感染了病毒 据多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反映 因为医院里的大量医护人员感染 他们很多人不得不轻伤不下火线 所谓轻伤不下火线 医院就是一些医护人员被传染上新冠病毒之后 只要病情不是特别的严重 就不得不带病上岗 更确切的说是带阳上岗 就是带着新冠病毒上岗看病 如果不这样的话医院很多科室就要停诊了 医生自己是新冠感染者 他带着病毒给别人看病 就会把那些没有新冠的病人也传染上新冠了 而且医院里还有大量的住院病人 他们都是有些基础病 身体都比较虚弱 这些人一旦感染上新冠病毒 那就比一般的健康人会危险很多 因此医院成为新冠病毒的爆发重灾区 是一个最糟糕的事情 在四川大学的华西医院 有一个23岁的研究生陈某某 因为新冠阳性之后还继续带病上岗 结果在岗位上就是过劳猝死 就成为现在中国医院悲剧的一个缩影 网民评论说 中国这波放开 一夜间从清零到供存 一眨眼老母鸡变压 这一波的开放 没有计划 没有时间表 没有官方解释 没有分阶段放松 没有好的疫苗 没有储备药品 没有分级诊疗 没有增加医疗资源 没有科学的自治指导 没有可信的疫情数据 没病的时候 免费给我们打三针疫苗 天天给我们做核酸 却没有防住病毒 现在我们大片大片的感染发烧 却连一粒退烧药也买不到 过去三年 因为过度防疫 消耗了巨大的公共资源 没有做好与病毒共存的充足准备 白白浪费了时间 美国白宫说 如果北京提出要求 美国已经准备向中国提供 应对疫情急增的援助 不过现在习近平肯定是不好意思 接受美国的援助 这个脸实在有点拉不下来 如果习近平请求美国援助 援助一些高效率的新冠疫苗 这就可以减少中国老年人的死亡率 但习近平肯定还是他的面子第一嘛 绝不会为了人民的身体健康 放下身段去接受美国的援助 这就像毛泽东时代 中国发生唐山大地震 外国向中国提供援助 还被北京政府拒绝了 在毛泽东看来 接受外国的援助 对他的面子是一种耻辱 现在习近平当然也是一样 但不管怎么说 这次习近平是放弃清零 180度躺平了放开了 一下子又闯了大祸 据外媒估计在未来的几周 中国将迎来一波海啸式的疫情冲击 估计会有多达数亿人感染 100万以上的人死亡 这样一来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 如此严重的疫情习近平就想到要甩锅了 他就要推卸责任了 因为过去北京官媒一直吹嘘 这次抗击新冠疫情的所谓大国战役 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的 那么这次北京放弃清零 反转180度躺平放开 是不是也是习近平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的呢 而且习近平还吹嘘说 在控制新冠疫情方面 他能做到收放自如 这是习近平国家治理水平的表现 习近平在视察时亲口说 该管起来就能够迅速的管起来 该放开又能够有序的放开 收放自如 进退自如 这是一种能力 也是一个国家治理水平的表现 那么显然这一次呢 习近平并没有做到他自己吹嘘的收放自如 该管的时候没有管起来 该放开的时候又不能有序的放开 动态清零呢 已经成为一个烂尾功臣 绝不是习近平自吹的所谓收放自如 现在中国的疫情如此的严重 习近平也赶紧要改口了 如果习近平继续承认 是他在亲自指挥 他在亲自部署 如果继续吹嘘 他能够做到收放自如 那么这次几亿人感染新冠 上百万人死亡 自然就是习近平的责任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习近平就赶紧要甩锅 要推卸责任 今天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 长达一万一千多字的长文 题目是三年抗议 我们这样同心走过 这篇人民日报的长文 只字不提习近平说的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也只字不提习近平说的 收放自如 而是改口说 这三年中国的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 这样一个说法呢 就是把习近平新冠疫情的 这个防控领导工作 这个锅就给甩掉了 就甩给党中央了 就不再是习近平的责任 所以呢 到了现在呢 习近平又突然想起了 这个集体领导 他要把这一次新冠疫情的 防控失败责任吧 甩锅推给了中央的集体领导 有了成绩都是习近平个人的 有了问题那都是党中央的 这就是所谓习近平说的 民主集中制 好在人们还是有记忆的 互联网也是有记忆的 人们不会忘记习近平亲口说的 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也不会忘记习近平亲口说的 收放自如 所以习近平想要甩锅推卸责任 也只能在中共党内来强行的推行 但是党外的老百姓 肯定不会买这个账 有网友说 原以为习近平放开疫情管控是减速了 没想到这只是换了个赛道继续加速 也有网友建议 不要再喊习近平下台了 而是应该喊习近平加油 总加速师加速再加速 当然这些都是一些玩笑的话 中国这个疫情 确实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 还是希望疫情尽快的能够缓和下来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带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